以色列被入侵週年 哈馬斯再發射火箭炮 六杯爾獎攀佈 網友揭中國人獲獎小原因 菲律賓南韓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不點名針對中國 中國男子日本凶雜女子 災癡入境被逮捕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每日要問》 我是黃蓉 今天是7月11日星期二 不需要吃任何藥 也減到二十多磅 重新賺回健康和活力 這不是奇蹟 而是70歲的香港劉先生的真實經歷 三高代謝寶不僅調節三高 還能根據每個人的身體狀況 進行整體調節 達到全方位健康 如果你也感興趣的話 就不要錯過我們節目結束之後的分享 去年的10月7日 哈馬斯向以色列諾瓦音樂節不動突襲 多人受到靈藥屠殺 多名俘虜下落不明 星期一7日 以色列舉辦週年紀念活動 以色列總統何索 在諾瓦音樂節現場主持了紀念儀式 他說以色列將會永遠記住 誰綁架了誰 誰被謀殺 同時讚揚了國家的力量 他說 我們有一群優秀的人民 在這一天 我們加強它 並呼籲團結 很多民眾在南部雷武基布茲社區 舉辦追思會 播放著去年音樂節的最後一首樂曲 正當以色列舉過陷入哀悼氣氛的時候 哈馬斯就在7日 特征上午6時半 向以色列邊境發射多枚火箭炮 目標是攻擊以色列人的悼念活動 這個時候 也正是去年哈馬斯 向以色列發動襲擊的時間 哈馬斯揮下的準軍事部隊 卡桑女透過聲明證實 趁以色列人在拉法關口 赫瑞沙洛關卡 和霍利特基布茲社區等地 舉行受敵集會的同時 向該國發射多枚火箭炮 以色列國防軍透過聲明 證實哈馬斯的恐怖行為 認為哈馬斯企圖發射更大規模的火箭炮 不過就受到以色列軍挫敗 之後哈馬斯 又切發向以色列和加沙走廊邊境附近的 蘇佛基布茲社區發射四枚火箭炮 輕行以色列軍成功攔截了三枚 另一枚就墜落在開放區域 以色列時報也指出 以色列國防軍證實 哈馬斯載到由加沙走廊南部的 汉尤尼斯發射五枚火箭炮 導致以色列中部響起空襲警報 包括特拉維夫、霍鴻、里洪萊錫安 和巴特阿姆等城市啟動了警報 其中有兩名三十多歲的婦女 被炸彈碎片擊中 緊急送院治療 而之前以色列國防軍曾經警告 哈馬斯可能在10月7日當日 向中部發射火箭炮 在哈馬斯襲擊特拉維夫的同時 以色列國防軍已經向加沙北部的 大部分地區發出緊急疏殺命令 發言人阿德拉伊7日表示 以色列國防軍正在該地區北部邊境附近 大力行動 並敦促民眾立即撤離這些地區 前往馬雅西的安全地區 哈馬斯隨後發表聲明說 武裝分子在加沙北部賈巴里亞以西 零距離發生激烈衝突 還建議居民即使有命令 但不要離開家園 撥回了以色列國防軍 關於加沙南部有安全地區的說法 與此同時 據半島電視台《英文台》報道 以色列軍隊 撥毀了黎巴里南部村莊阿魯恩的一座清真寺 空軍也持續空襲真主黨 在晚上撥毀了真主黨 在黎巴里首都貝魯特南郊的大型火箭炮庫 引發大爆炸 據新消息報導 以色列軍方發言人7日上午證實 已經增派3支後被部隊 進一步擴大地面行動 這些士兵去年前年都在加沙地帶和北部地區作戰 並在最近兩個星期重新動員 這支部隊的指揮官克萊普 在比士兵的信息中說到 這是第一批出現在北方前線的後備部隊 現在將要在敵人的領土發動攻擊 為了令居民能夠回到家園 這是我們改變北方安全現狀的時刻 7日在耶路撒冷的鐵劍紀念碑前 舉行的紀念活動 萊塔利亞湖發表說 說一年前 我們經歷了一場可怕的屠殺 但我們作為一個民族 作為獅子挺身而出 在這一天 在這個地方 在我們國家的很多地方 我們紀念死去的人 為保衛祖國和國家而犧牲的英雄 以及那些被綁架的人 我們有義務將他帶回家 而另一方面 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和國土安全部DHS 在7日聯合發出緊急公共通告 提醒國內可能面臨潛在的恐怖主義威脅 特別是針對2023年10月7日 哈馬斯襲擊以色列一週年的紀念日 這次警告強調 由於外國組織 持續號召其支持者 在西方國家發動暴力行動 美國境內的猶太、穆斯林 和阿拉伯社區 可能會成為潛在目標 FBI和HS呼籲美國民眾 提高警惕 特別是在公眾集會 以及宗教場所附近 今年的諾貝爾獎項 在10月7日 以攀布醫學獎拉開序幕 在10月14日 以最後攀發的經濟學獎閉幕 瑞典7日上週 位於斯德哥爾摩的諾貝爾委員會 宣布得主 今年諾貝爾醫學獎 是由美國學者 安布羅斯和魯夫坤共享 他們發現小份子核糖核酸 對基因調節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美東時間8日上週5時45分 將會再宣布物理學獎得主 9日至11日 會分別宣布化學獎、文學獎和和平獎得主 最後的經濟學獎得主 會在14日宣布 每項諾貝爾獎的獎金 高達1,100萬瑞典克朗 相當於106萬美元 最多由3名得主共享 諾貝爾獎 是根據1896年去世的瑞典化學家 阿弗列諾貝爾的遺族 在1901年開始 每年攀發的5個獎項 所以獲獎者將會在12月10日 也就是諾貝爾的逝世紀念日 在典禮上頒獎 其中作為人口大國的中國 很多人都在思考 這麼多年的諾貝爾獎 為什麼很少聽說中國人得獎 其實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也有 但也是鮮為人知的人物 譬如198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 第十四世達賴喇玛丹增加奏 201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 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 以及2015年獲得生理惑醫學獎的陶優優 但是網傳消息 這幾個人的個人事件 都不是很順利 網友說 一個連諾貝爾獎網站都打不開的國家 很少人獲得諾貝爾獎 也沒有什麼奇怪 在南海局勢持續緊張的一時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 和到訪的南韓總統尹錫悅宣布 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勢然加強兩國的防衛和安全關係 兩國對於發生在南海的一些行動表示 這樣危害到和平和繁榮 雖然並沒有點名任何國家 但是被認為是針對中國近期在南海的危險行為 當地時間6日 尹錫悅抵達馬尼拉展開為期兩天的訪問 7日和小馬可斯舉行了雙邊會談 小馬可斯在會後的聯合記者會宣布 菲律賓和南韓的關係 將會提升到戰略夥伴層級 並說 這樣將會在日漸複雜的地緣政治和經濟環境之中 為加深兩國合作進一步增加動力 尹錫悅表示 南韓和菲律賓簽署了海市合作備忘錄 兩國海岸防衛隊 將會加強在打擊跨境犯罪 資訊交流和海上搜索等領域的合作 同時也提高互相信任 尹錫悅說 他和小馬可斯對於南海和平 穩定和安全的重要性 有共同的認知 因此兩國同意 合作建立以法治為基礎的海市秩序 依國際法原則 維護在南海的航行和飛越自由 根據兩國發表的戰略夥伴關係聯合宣言 在防衛和安全領域 兩國同意進行雙邊和多邊軍事演習 來應付傳統和非傳統威脅 同時加強國防產業和後勤採購 來彰顯兩國互信 南韓並且同意協助菲律賓 推動軍事現代化 在海市合作領域 兩國重新維護區域海市安全的重要性 同意在聯合海洋法公約的框架下 共同保護海洋環境 在區域和國際合作領域 兩國同意在外交、對話和法治等原則下 提升針對區域和全球挑戰的合作 兩國也支持北韓無核化 選擇北韓不斷試射飛彈和發表恐嚇性言論 兩國對於發生在南海的一些行動表示關注 說敢違反以法治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危害都和平和繁榮 雖然沒有點名任何國家 但是中央社報導認為 顯然是針對中國 近期在南海對菲律賓船艦和飛機的危險行為 此外 菲律賓和南韓也在核能、基礎設施、 經濟創新以及觀光等領域 簽署了合作文件 今年以來 相繼發生中國人在日本神社便利 日本人在中國被襲擊 看起來 中國人的惡劣形象越來越嚴重 近日有消息爆料 一名中國男子在日本俄騙日本女子 並且集空 之後很快就離境回到中國 在近日再次入境日本時被警方逮捕 有華人網友呼籲 這樣沒有底線 不知羞恥 在國外刁中國人假的敗類 回到中國也要把他們起底 不要容忍 綜合日本媒體報導 今年6月 一名深夜收工的辦公室女職員 行經淺草街頭 遇到33歲的中國男子張偉雄 雙方剛好就要擦肩而過 姓張的男子突然就故作焦急地說 有蟲有蟲在你背後 接著就把手伸入她的三嶺集空 根據警察廳調查 在案發的前一天 附近也有一名女子 遇到同樣手法的性騷擾 但是該男子得逞之後就離開日本 近日她再度到日本旅遊 剛剛到達福江機場就被逮捕 而該男子被捕後說 我不記得這件事 消息一出 日本很多網友都批評 我不喜歡這些野蠻人 和日本人被歸類為亞洲人 這就是中國人 中國人真是只做壞事 感覺不舒服 請把所有中國人送回去 現在的中國人真是可怕 最近中國人在境外的 這類惡意行為事件還有很多 譬如前幾天在澳洲 被她簽證的33歲中國杭州男子 將將在保溫戶的熱咖啡 臨在9個月的嬰兒身上 造成嬰兒全身大面積燙傷 有華人網友發影片譴責 說這樣的敗類真是雕中國人 中國人不要容忍這種人渣 大家要記住這個人 讓他無論回到中國 躲在哪裡都是過街老鼠 不需要吃任何藥 也減到20多磅 重新穩回健康和活力 這不是奇蹟 而是70歲的香港劉先生的真實經歷 讓我們一起聽聽 他使用三高代謝寶之後的反規 我以往就吃過五色鈴脂 我又吃過黑醋 都沒有效果的 做這些東西以後 還可以啊 還可以啊 它是好過你吃的新品 最大功能就是因為我 這麼短時間 減了1010公斤 除了樣子是稍微一點外 是很精神很山脈 功效沒得頂的 必然之間就是沒得頂的 極得給其他人 劉先生不僅成功減綁 還穩定了血糖 他表示 自從吃了三高代謝寶之後 血糖一直保持在6至6.12之間 從9個月前 我看警察所有的失業 任何人都不吃 但是很精神的 效果非常之好 講得沒有人信 就是自己知道的 再說一句話 我幫你賣廣告 我感覺上 那個灰夾已經 漸漸退了灰色 開始還原了 香港腳肯定臭味都沒有了 我沒有任何其他東西 約問來自己的 三高代謝寶是純食物配方 來自大地的天然力量 全方位調節身體機能 如果你正在尋找一種 天然的健康療法 三高代謝寶可能就是你需要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詳情的話 請登陸健康520網站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 1 Deep Platform 1 2 頓 공юсь 2 4 頓 var 愈要薪甜 1 3 頓 4 頓 3 4 頓 3 頓